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首歌曲是一首幼教的歌曲 基本上比较轻快的儿童之类的歌曲 其实我们一般节奏性都会比较强 因为节奏会影响到你所思考的所有编曲的一些架构 所以在这边我先把节奏先做出来 这个地方我已经打了一个8bit的一个节奏形态 那这个8bit的话它很简单 很简单就是说我就是一个 这样去做复制就可以 那其他的细节部分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去调整像过门啊 或是一些加强的地方 那我先把它复制了很多个小节 等一下如果说太多我们再把它删除 好我们先把前奏先把它run过一次 前奏部分的话 好我选的是一个口琴 好我希望前面用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口琴去代入 来开始录音 好那这个就做好了 其实如果有这个节奏鼓的话 解拍器大概就可以关掉 因为这样填起来有两个东西都在数 好这个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笔 接下来我希望有一个希望能够开始做一些伴奏部分进来 那我希望把主旋律先弹出来 好等一下大家才会知道现在弹到哪里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长笔 好那长笔的话会先把主旋律先run过一次 所以我们先把主旋律先录起来 所以我们先把主旋律先录起来 好那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键盘不够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把它拉上去 好我可以用画的 又其实可以设定 我刚才没有设定 好这两个都是Rae 所以还是可以变通的 好现在把刚才弹的内容 先稍微校正一下 它的最小值是半拍 所以一样框太子我选的是八分音符 确定 好听看看 好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旋律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要 开始为这一段去做编曲 编完之后 其实这个到时候就可以选择 可以把它静音调 做半唱带的部分 好我们先从钢琴的这个地方开始 好了 钢琴 那我们先选一组 钢琴是音色还不错的 这首歌曲的话 我打算钢琴要占大多数 就是说 我希望它的伴奏是稍微以钢琴为主 就是听起来比较清新的感觉 好所以我先听看看前面要怎么做 好 那前面我们就从分散开始 分散和弦开始 好了 一二三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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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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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是用它的核弦壓下去之後 那後面我們盡量就是再找一些分散核弦 去再把它接起來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還是留著一些空隙 讓我們的其他的樂器能夠進來 好,那先把校正一下 我剛才談的最小值 應該就是8分音符為主的 好,把它校正一下 各位來看一下剛才的內容 我們在看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無線譜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是高低音譜 那也可以選擇低一點點 就是上面是右手 好,大概是這樣 好,那在後面這個地方我有做一個動部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用核弦去像這個 每一拍換一個核弦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能先把這個bass 先把它鋪陳上去 好,就是 把bass這個地方先把它彈起來 因為應該是從頭到尾都有bass 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 從前奏之後再加bass 好了 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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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這裡面我好像有彈錯了一個音 我們現在先把它校正 現在把剛才所彈的東西先校正起來 來,框太子 八分音符 好,看一下 後半拍比較像力 好,這個音 這個音應該是要往上 好,推上去 其他像這個力度的部分 都要把它稍微再調一下 反拍的力度比較像 好 好,那這個bass 我們在早期的那個bass的那個課程裡面有提到 其實它這個是屬於律動 就是那個8bit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的大鼓的位置 跟我們的bass的位置 差不多就在同一個位置 就是大鼓的位置 好,那這個bass進來之後 你會覺得說 整個感覺是比較豐富一點 我們如果把主旋律先拿掉 其實我在編曲的時候 如果知道大致上在哪裡之後 主旋律一般我都會把它關掉 因為這樣你才不會被它影響到 一些編曲的一個角度 因為有時候你會在它身上 它的音上面去思考一些編曲的內容 事實上我覺得這樣的話 反倒是在編曲上會有一些幫手幫腳的 所以盡可能你只要和弦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 好,OK,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開始再增加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前面的部分 我希望再加上一些 呃,襯底的一些像弦樂的部分 比如說 好,從前面的地方 好,我可能加上一些 呃,和弦類的喔,襯底 那我們進到這個 視窗的平和路來看一下 彈奏的內容 好,把它拉大一點 OK